大家好,布查大屠杀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 大家知道布查前一段时间,乌克兰政府认为俄军屠杀了布查以及伊尔平当地的平民 西方派出了法医,对布查以及伊尔平进行了尸体的解剖 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现在刚刚看到英国的卫报公布了最新在布查以及伊尔平的尸体结果 根据专家对死者身体受伤处的检查 发现死者大多数的受伤处没有发现被子弹击中的痕迹 大量的死者不是被子弹杀伤的,而是被炮弹的碎片杀死的 实际上说明这些在伊尔平以及布查发现的大量的尸体不是被枪杀的 而是被炮弹击中,炮弹的碎片杀死的 那实际上就否认了在伊尔平以及布查发生过这种大屠杀事件 因为它叫炮弹击中呢,说明什么? 说明没有人在现场对这些平民进行屠杀 而是这些平民是被炮击身亡以后被运往这个地区的 为什么呢?如果不是被运往这个地区的 大量的人员集中在同一地区出现大量死亡事件 是不合乎逻辑的 这个大家要理解啊 为什么呢?如果是炮弹击中的话 它的这些人员分散面积应该非常非常广泛的 而且呢,杀手啊,行凶者是不可能在现场的 在现场自己也被炮弹炸死了嘛 所以这些人呢,不是在俄军到达伊尔平以及布查被杀死的 而是在之前的交火中被炮弹击中 杀死以后呢,将尸体运到布查和伊尔平的 那很多人说了,这些人会不会在伊尔平还有布查现场被炮弹击中 有这种可能,但是呢,根据现在法医的结果 如此巨大的人数啊,在同一地区被炮弹击中啊 被屠杀,这种可能性很低的 大家知道炮弹袭来,只要有第一发炮弹爆炸 人就会散开的 大家看看布查,还有伊尔平 那是万人坑啊,大量的人什么,聚集在一起啊 一个万人坑里边,大家一起聚在坑里边 然后被炮弹炸死吗,合乎逻辑吗 是炸死以后呢,将尸体集中在一个地方 造成了一个什么,大屠杀假象 这些尸体上没有发现子弹的弹孔 不是说这些人被运了,活着运了以后 在当地枪杀的 而是炸死以后将尸体运到这个地区的 首先说这些人死了以后 实际上尸体被移动过 至少可以证明这一点 另外这些人被杀时,俄军肯定不在现场 炮弹击中,炮弹随便击中 俄军如果在现场,俄军也死了 这些人死的时候,第一,也不能说是俄军 凶手不在现场,是被炮弹击中 这些人是平民被榴弹击中 然后将尸体移到万人坑 所以你在伊尔平在布查看到大量的万人坑 这些尸体是被移动过的 是被有人故意埋在这儿的 被谁埋在这儿的,不知道 这是西方现在最新的一个结果 那么对尸体检查呢 发现一种非镖状的金属飞镖 就是这种像铁钉一样的,这种炮弹 实际上这种炮弹呢 根据卫报采访乌克兰法医专家 叫弗拉迪斯拉夫·佩罗夫斯基 他呢表示啊 男性女性的身体中发现了 非常薄的指甲状物体 就炮弹碎片 这些尸体大部分来自伊尔宾斯基区 那这些尸体中啊 也发现了飞镖状的金属 飞镖状的金属呢 对人可以进行大规模杀伤啊 其武器呢 第一次使用在一战期间 那现在根据法医的说法呢 呃 他前个这种钉子 一次射击爆炸以后呢 分布的面积非常广 长100米宽300米啊 都是杀伤面积 但是这种炮弹呢 没有被联合国禁止使用 在城市战中使用呢 实际上违反了人道法 但是没有违反啊 国际法 呃 那么现在来看呢 这些炮弹呢 属于啊 122毫米的ZSH-1炮弹 那这个炮弹呢 主要用于D30榴弹 为大家简单介绍啊 这款榴弹炮啊 这款榴弹炮呢 是由比特罗夫设计啊 1950年代啊 开始制造啊 60年服役 呃 他呢 战斗权重是3210公斤 三吨左右啊 呃 那么炮管长呢 是4.66米 口径呢 是38 宽度是1.9米 啊 高度是1.6米 呃 操作人数1到7人 口径12毫米 啊 那他射速呢 可以达到啊 10到12发 那有 那么这个D30榴弹炮呢 他最引人注目的是 这种三脚架的结构啊 他呢 可以快速的移动 并进行360度的旋转 那么现在呢 除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啊 前苏联这些国家 有生产D30以外呢 在60多国家 实际上都有生产啊 国际上也有制造这种炮的 那中国 埃及 塞尔维亚啊 都有这种炮的变体 另外呢 叙利亚的 主战坦克呢 实际上也使用了这种啊 榴弹炮 它的炮管 是也可以发射这种弹丸的 那俄乌冲突啊 俄军装备D30榴弹炮呢 是 4570门 乌克兰方面的装备的是 129门 啊 那么在布查镇啊 到底是俄军的炮 还是乌克兰的炮啊 对布查进行的轰炸 现在呢 没有公布最新的消息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啊 就这些尸体呢 并不是在布查镇 这个万人坑 发现这种万人坑 在万人坑内被杀了 因为他身上是炮弹 炮弹 弹片击中的 没有发现子弹弹孔 这些人呢 尸体是被 击毙以后呢 尸体是被移动到 这个万人坑 进行掩埋 所以这个信息 应该是非常确认的 呃 所以说呢 我觉得布查呢 发生过大量的人员死亡 但是呢 这些人员死亡 应该不是啊 那种行刑式的大屠杀式 而是炮战 炮战中被榴弹击中的 这些平民 死了以后呢 被集中在这个地区进行掩埋 所以呢 我觉得布查大屠杀呢 现在呢 应该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结果 就是没有发生大规模 类似于这种行刑式的大屠杀 应该是没有 这个被 最后呢 我想说说我自己 对这个布查事件的看法 那如果按照之前这个说法呢 没有发生这种行刑式的大屠杀 那我觉得首先可以排出一点 俄罗斯 也就是俄军 俄军如果他占领了布查 不是进行行刑式的大屠杀 他在撤离布查以后呢 没有必要将这些尸体又留在原地 不动 给国际 是吧 一个口实 说俄军进行大屠杀 俄军是不会这样做的 将这些尸体在布查阵 街道上摆放 也不收尸 也不移动 甚至车辆在这个城市进行穿行的时候 还影响交通啊 那这些尸体为什么不派人处理掉呢 所以我说俄军是不会在现场留下这些尸体的 如果是被俄军杀死的 那么这些尸体出现在布查阵 被炮弹击中的尸体出现在布查阵 那我觉得首先一点啊 乌军有嫌疑 会不会是一种表演呢 大家想一想 这是被炮弹击中的尸体 将尸体移动到布查阵 然后进行摆放 摆放以后拍成节目 全世界播放 你不能排除这个 所以从这一点看 我觉得乌克兰方面嫌疑更大 也可能这些尸体呢 不是被乌军杀死 是被俄军的榴弹击中 对吧 双方炮战榴弹击中 但是尸体一定是乌克兰方面进行过处理 进行过一位 也就是在整个布查阵进行过一种摆拍活动 这是可以确定的 这是我的看法 因为现在呢 独立调查结果呢 联合国包括国际社会也没有公布 我只能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这些人的死亡呢 我觉得是个悲剧 被炮弹击中 在炮战中被击中 是个悲剧 这些人死了以后呢 又被乌克兰方面作为宣传工具 对俄军进行这种政治上宣传 所以我说战争中啊 实际上老百姓是最惨的 Dj